大家好,歡迎收聽老夫講幹話 我是老夫 上次更新是7月25日了 那就8月了嘛 不免數不來更新一下自己的頻道 陳如標題啊,陳如標題 何謂輸贏 聽完老夫分享我對這個輸贏的看法之後呢 也歡迎各位聽眾 你們可以留下你們對於自己 在輸贏上的認定的一些定義 因為啦,何謂輸贏對我來說 每一個人的定義不一樣 因為有些人是叫做八九四,加九四輸贏 舉個例子來說就是要嘛兩個加九吵架 我們就比誰叫的人多 你叫五十個人來,我叫一百個人來 OK,我贏 或者是兩派加九都說你認識誰誰誰 我認識誰誰誰,那個誰誰跟誰誰 可能是道上比較呵呵有名的人 那一個比一個有名這樣子 然後最後打電話過就確認之後呢 確實有些人是有些人不認識 然後最後就你懂 你懂嗎就是 你真的認識誰誰誰誰,OK好我輸了 好不然就是最簡單 最拙劣的八九就是我們兩個人打 兩個人加九輸贏法 我們兩個人打到一方掛採 送一搶救不治 另外一方就被通氣 然後抓起來 然後關起來 過失致死 還是什麼敘衣致死之類的隨便 加九四輸贏 那有一種輸贏 大家常常會說你輸了他贏了什麼 好像說這對輸了那對贏了 有沒有 競賽式輸贏 就是兩對嘛 籃球 足球 棒球 比賽 拳擊 格鬥 跳高 跳遠 跑步 都是一樣 競賽式輸贏 就是一定會 在這個體制下 一定會比如說 我分數比較高 我贏 打籃球 101比100 然後100的那一隊贏 之類的 跳高 我跳 我跳遠 跳遠 我跳300公分 你跳295公分 我贏 跳300公分的贏 之類的 因為競賽式方式 大家不會是比 數值差的 或是比數值好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競賽式輸贏 也是懂輸贏 嘴巴式輸贏 就是 常常看的那個 打嘴炮 不管有沒有理啊 反正就是我媽媽的 就是跟你 罵來罵去 扯來扯去 扯來扯去 那最後呢 講到柳一方 講不下去了 講到柳一方那個 連紅波就出 心中心會發了 不說了 那 閉嘴那方就輸了 那就另外一方就贏了嘛 所以說每一個人啊 對於 輸贏這兩個字的 定義不太一樣 那我剛剛只是舉了一些例子啊 一些例子 那當然這些例子在 生活上也是很常見的 那你們對於輸贏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你們在留言區 可以留下你們對輸贏的想法 那 我自己認為的輸贏喔 其實 每天啊 每天幾乎都在輸贏 只是在看什麼事而已 我認為 我認為 對於 每一件 應該這樣講喔 針對某一件事啊 設定一個目標 那 最終呢 要檢測你設定的這個目標 是否達成 越接近達成度越高 完整度越好 那就是 就會 就會是贏了 這樣講起來很像有點抽象 有沒有 什麼叫做越接近達成目標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這樣老夫在五月多的時候 參加這個 NGU舉辦的聯合拳館的 泰拳性 格鬥 算是格鬥吧 因為他裡面有泰拳 跟拳擊也有力 也有 也有 也有那個T拳 反正就是這種新手賽啦 最後大家都知道 老聽眾都知道我輸了 在比賽規則下我判定上是輸了 沒有錯 我也心服口服 畢竟 所有就是輸了嘛 也沒什麼好藉口 但是 事後我自己會給我自己 的一個 誇獎就是我贏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因為在準備這個比賽的過程中 我有各項指標 我希望自己可以依序的去達成 以及說我在台上希望 我可以打出的一些 不管是我的教練說 Alpha Beta 或是CAT的一些 戰 那個 那個組合拳 我聽到這個指令之後 我有盡量去做出來這個動作 那 不管是 賽前的一些各項訓練 還有 包含 過棒 我的體重 以及我在場上聽到教練下達指令 我做出動作 其實 我都有完成了 雖然說在比賽的形式上輸了 但是我認為我贏過了我自己 這是我設定的這個目標 我贏了 這是我設定的這個目標 我有盡可能去接近它 完成它 完整它 所以我覺得說我是贏了我自己 那為什麼今天會跟大家討論到說 很會輸贏 因為 這都都是回顧啦 這個我們講就是 當你有時候太險的時候 你就會想想過去 然後呢 現在 那你就會 你就會意識到說 欸 面對一個目標 同樣的一個目標 想法 現在的想法 和過去的想法 是不一樣的 因為過去 過去的我 我可能是想著說 真的這件事情 我要怎樣不會輸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我現在變成是 針對這個目標 我要怎樣 我要怎麼做 才會贏 那經過了多年 多多年下來 其實 其實是 在 自己設立的一些目標上面 你會發現 你怎麼想 是有差的 去想 這件事情 我怎樣不會輸 跟這件事情 我怎樣才會贏 那得到了結果 會顯然的有 不太一樣吧 可以這麼說啦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譬如說 今天 好兄弟約我 一起去參加馬拉松比賽 那我們可能設定一個目標 先跑 12K 如果 我依照過去的想法 想說 怎麼樣 不會輸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不要參賽 不參賽就不會輸了嘛 對不對 或是說 或是說 這一些比較負面的想法 我現在可能想不出來 但是最簡單的就是 今天有個目標 我們要跑馬拉松 12K 21K 隨便 反正就是跑這個比賽 那比賽 結果論嘛 有沒有完成嘛 只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不會輸 我練習跑步 我每天 我每周 或是一周幾次 我練習跑步 就這樣 就不會輸了 或是說 或是說 我乾脆不要比 就不會輸了 我不想比 就不會輸了 就是 你不想參加 可以有千百種理由 那你不想輸的話 我相信也會有千百種辦法 可以去完成不會輸 那不會輸跟 怎麼贏 對我現在來說 是兩種不同的思想 思考方式 但是我好像已經忘記我過去的 我會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就是以馬拉松為舉例的話 但 卡住了 我的手機卡住了 但是呢 現在想 現在對於 一件事情說 我要想著怎麼去贏他 那 我的贏不是 字面上的贏 而是說我要怎麼樣 把這件事情做到 我自己覺得說 對得起我自己 我做到我覺得滿意 我做到覺得 很OK 懂我意思嗎 就是 怎麼贏 那 方式會是 假設 我還沒去跑啦 不過目前是應該是可以完成的 只是說速度上還要再調整而已 那我舉個例子 從一開始 我知道要參加這個比賽 那我就開始練習 跑 慢跑 一開始光跑4K 我就有點累了 然後後來 6K 8K 那在速度上來說的話 為了想要提升自己的速度 我就會去想說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把自己的速度再去提升 我去嘗試 你上網一定找到很多方法 你要去嘗試 各種方法 找到一個最適合你的方法 來提升所有你的心肺功能 來提升你的速度 然後呢 我沒有跑過12K 所以我就從 8K開始 9K 10K 11K 12K 甚至我跑過14K 就是OK 我12K我跑得完 只是說我12K要怎樣跑可以更快 因為很多 常跑高手 他們一定都是透過 不斷的累積他們的訓練 跟調整 然後達到現在的他們 那像我這種菜鳥呢 就是 摸索 就是摸索各種方法 可以然後盡可能讓自己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就是我要怎麼樣贏 就是我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樣 讓自己可以去完成這個目標 沒有所謂的 Plan A B C 我就是針對這個目標 我要怎樣才可以接近贏 我要怎樣才可以完成它 我會去想 我現在我會去想各種不同的方法 探索 然後呢 嘗試 檢討 再一次 驗證 反正就是不斷的回圈了 就是找到新方法 看能 增加自己 增進自己的方法 我就去嘗試 然後嘗試完下來會有結果 結果看適不適合 或是說要怎麼調整 調整完之後再一次嘗試 不斷不斷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慢慢變成是 今天不管要做任何事情 我決定要做的話 那我就會去想怎麼完成它 怎麼樣讓這件事情 盡可能的接近 我的目標 那我就 我認為我就是贏了 所以說 做任何事情就想著 不是說勝負心很強 我們要跟誰比 不是說什麼 譬如說 有時候你們會發現 在一個團體裡面 有些人即便連玩遊戲 都要跟你真的 你死我活 不過just again 不過只是個遊戲 為什麼要這麼認真 你不懂對不對 我也不懂 但是只有那個想贏的人懂 可能他就不想輸 他就想要贏 他就想要贏 他覺得 玩任何遊戲都贏 他有一種優越感 因為遊戲就是 就會有一種競爭嘛 針對這樣子的競爭 讓我贏 我就會對我人生 造成很多優越感 但是 或許那很適合 那些人 但不適合我 我認為的贏 就是 不斷的超越自己 不斷的突破自己 那 我要怎麼樣設定好一個目標 然後有這種贏的感覺 就是 我一直不斷的去想 各種方法 去執行 然後看他能不能成立我想要的方式 去往這個目標前進 所以說 針對一件事情 兩個人在討論一件事情也一樣 我們兩個人想要討論出一個目標出來 而目標出來了呢 我們兩個人去 我們三個人 我們五個人 我們一群人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只是說 大家想法如果都是想著要怎麼贏 那就會是 上百種 上千種 上萬種 贏的可能 大家的想法都是想著 怎麼樣 不會輸 那反過來了 那你只會得到上千種 上百種 上萬種 不會輸的方法 不會輸 對我來說 不代表贏 一樣以慢跑舉個例子 我跑12k 我要完成12k的這個馬拉松 我從頭到尾都用走的走完12k 你沒有輸啊 你完成了啊 但不是我要的啊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要的可能是 平均1k大概6分鐘 或5分鐘 然後完成12k OK 達成了 那是我要的 怎麼贏 跟不會輸 那我覺得在 思考上會差很多 所以說 一個人怎麼想 不會輸 跟一個人想要怎麼贏 然後就會慢慢的 散開 這個思想就會開始散開各種 千千萬種可能 只是 你的結局是你要不會輸 那你講很多方法出來 都沒有錯 只是你得到的結果就是呢 怎麼樣不會輸 那我們如果可以換個方法去想 我要怎麼贏 那我要怎麼突破 我要怎麼樣達成 達成就有贏的感覺 假設達成就會有贏的感覺 那不會輸就是你不會達成嘛 對不對 就是你達成目標離很遠嘛 這樣講會不會有點模糊 會的話請留言 沒有關係 我一定會看 因為下時間很多 我如果真的很忙的話 就不會看了 所以說 不會輸 跟怎麼贏 看起來好像是 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啊 但是 實際上我 自己認為是差非常多的 那就是 最近有時候太險了 剛好想要這個主題 就來錄一下 有感而發跟大家講一下 分享一下 沒有什麼其他的 還有最近市場 近兩週左右的 不管是台股或美股的市場 很洗 什麼叫洗 上下刷 上下刷就要洗 如果啦 你跟老夫一樣 發現自己 最近 手做 這個手感做起來 不太順的話 那就不要做 不然越做越輸 越做越賠 上半年都賺了 都賠光光 你就白搞了 好不好 保住獲利 替歪分享一下 因為今天講夠久了 十幾分鐘 就這樣子 我要準備去吃飯了 也餓了 最後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slogan 人生少一點 比較 跟計較 你會過得比較快樂 我是老夫 謝謝收聽 掰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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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